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ZUDIY 今天这个小视频就秀给大家 怎么样用简单经济的方法 来对车子的底盘和panel 做一个基本的防锈处理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做过一个视频 怎么样清理发动机的机舱 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我答应大家在今年入秋的时候 会再做一个小视频 来讲一下怎么样做这种基本的防锈 那么今天我们准备完成这样的工作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部车呢是2014年的本田的PILOT 实际上它已经经历了六个 加拿大的冬天了 从这辆车我一接手呢 就开始用我今天要用的方法 来给它做一个底盘和panel的防锈 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最起码让大家有一个认识 就是觉得这种方法呢 确实是确实可行的 首先我用千斤顶把这个PILOT的前半部 把它顶起来 那么如果大家对如何把车子 把它check up起来 有疑惑的话呢 我建议强烈建议大家 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 去看一下怎么样 Safely的把车子给它顶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盘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毕竟已经经历了六个加拿大的冬天了 首先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车子的底盘 给它比较彻底的清洗一下 这个车子的底盘 这个车子的底盘 车身尾冲了一下 因为车身panel上它都有一些排水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它这个是个排水口 就任何车身上的水或者是玻璃里面的水 实际上它进入这个门以后 它最后会从这里排掉 所以一般你必须得理解 为什么汽车一般panel的生锈 一般会集中在这个位置 因为如果这个排水口堵塞的话 它这里就会有大量的潮汽聚集 那么就会从里到外就会产生锈石 基本上上部呢 它一般不大会秀 要秀呢 基本都是集中在下面的这些位置 同样呢 像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可以打开 这个呢 其实都是一些排水口 待会呢 我会秀给大家 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防秀 车底清洁完了以后呢 我又等了一天 等这个水分完全蒸发掉 现在我要拿一块这种布 然后一块小砂纸 因为可能彻底有一些地方 还会有一些灰尘或者油 我想把它擦一擦 然后有一些地方生锈呢 我想用砂纸把它稍微把那个锈去除掉 然后这个呢 是排气管 这个排气管呢 不要动它 因为这个是发热的 如果油喷上去以后呢 它会有一些烟 像这些车架的这种钢的部件 这个是以前 我喷的一些油 还附着在上面 这个油呢 它就会有一些灰尘会沾上去 可以看到 但实际上呢 它仍然是有一定的防锈的功能 所以你看这个金属呢 还是没有锈 不过我要喷新的防锈油了 所以我把它稍微清理一下 这个问题不大 如果你不清理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anyway 这种混着油的灰尘 它也有一定的防锈功能 这里稍微有点锈 可以拿砂纸稍微刹一下 好 最起码把这个 loose的这个 锈的部分把它去除掉 好 现在应该就可以了 好 这里呢 前几年都没有喷 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里锈的也比较厉害一点 好 我现在要用的就是 这样一款产品 叫Rust Check 这个绿色的呢 它叫做Coat and Protect 它主要是用来喷车底 Undercoating 这个红色的呢 是一种防锈油 主要用来喷车身的这个Panel 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油滴下来的 不要喷到刹车碟上 用刹车下来打的 调银行 热 打好 拿好 前 好,这个车底就算喷完了 这个因为空间有限 在车库里面坐 它不像你去外面坐 它可以把车子完全架起来 所以只能是竭尽所能 能看到的地方把它喷一喷 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喷排气管 因为排气管会发热 喷完以后油会burn掉 会有烟出来 当然有一点建上去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就是要注意 avoid那个brick disk 就是那个刹车碟 那个不要喷上去 因为那可能会影响刹车 就是一个额外的防护 因为在加拿大开车 因为冬天用大量的盐在路上 所以它生锈是一定会有的 只不过通过这种方式 你能够显著的减缓它的锈时 好 现在我准备用这种红色的Rust Check 喷这个Panel 那么这个Panel怎么喷呢 这个跟想象的可能不一样 不是说喷在这个表面 不是这样的 因为汽车的Panel一般都是双层的 所以要注意喷到这个Panel的中间去 喷到Panel的里面去 下面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哪些地方是你可以喷的 如果你去外面做这些防袖 它们会在你的车上钻一些洞 我呢就没有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我不想破坏这个车本身的Panel 也就是利用这个车本身有的一些孔 一些流水孔 然后呢把这个防袖油把它喷进去 有一个小Trick 就是这个Nuzle把它装上去以后呢 用一个胶带纸把它固定在这个按钮上面 因为这个小杆杆呢非常容易掉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像这里都是一种双层的 所以呢这个防袖油要喷到这个中间去 像这里有一些孔 这个孔呢是可以流水的 明镜头要喷得更好的 在哪里面部份 要喷得更好的 但总体温暖的 最后会发现 这个手法要喷得更好 最后会发现 如果您可以看到最后一批的 就是越多的人 再建立这边 最后一批的 特别的 其实 更有的 对 到 您 这些金属不太疼 车门的panel也是非常容易秀的 尤其是这个下面 下面这里 这样呢找到这个排水口 这里是一个排水口 顺着这个排水口往里面喷 可以多喷一点没关系 因为如果多的话它会流出来 这个没关系 现在开楼上 这里还有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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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后运箱盖 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一个塑料的卡钉 可以把它去掉 因为水汽容易在下半部分聚集 所以这个部位也是汽车非常容易生锈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油箱盖 这里也是非常容易生锈的 所以可以这样喷一下 任何有缝隙的地方 包括这里 好了 这种DIY的汽车防锈 基本就算完成了 那么这个呢包括两部分 一个是车底的undercoating 一个是panel的防锈 希望这个小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启发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 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miss将来很多很精彩的视频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第一项都 keinen捆备 我给你一瞎 谢谢